今天是9月11号 已经是Jasper小镇旁边的切塔蒙山 山火燃烧的第11天了 在过去的一周里头 因为那边干燥的天气 虽然有126名消防人员和8架直升飞机 在那边警商的进行灭火工作 但是山火还是没有被熄灭的迹象 昨天周六的时候 据说在16号高速公路上向北看 最北边的山火燃烧的程度 已经是这几天里头最厉害的一天 不过消防人员认为 他们能够控制山火继续向北烧的节奏 今天那里的温度是27度 而且下午有大风 所以对灭火非常的不利 因为是大风嘛 所以对地面的消防人员会有很大的威胁 所以今天的灭火只能依靠直升飞机了 而且这段时间不光是Jasper 我们省的旁边 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 还有美国那边的山火都没有被熄灭 所以今天下午的大风 有可能把那边的山火带来的烟雾 也吹到Jasper这边 所以16号公路的能见度可能会很低 加拿大国家公园还有皇家骑警 现在随时准备在16号高速公路上实行交通管制 当然关闭高速公路是最后的选择了 这次山火破坏了向Jasper和Jasper小镇书店的书店线路 Jasper的基础设施用电还有居民必须的生活用电 都是靠发电机来维持 而发电机的供电能力是有限的 所以现在小镇经常会有停电现象 对于供电系统 公园现在正在协助电力输送公司 尽快安全地进入维修地点 来确保电力输送线路尽快能够被修复 据说完全修复输电线路需要几周的时间 在此之前小镇可能时不时地会断电 小镇上现在还需要尽可能地减少用电 所以小镇上的居民现在被要求 第一如果不是非要用的电灯泡那就关上吧 还有就是用电设备 第二呢尽量不要使用空调了 第三呢也是少用耗电量大的家用电器 比如说洗衣机烘干机 电炉子还有就是洗碗机等 第四呢如果需要用洗衣机的话 那尽量是用冷水洗衣服吧 Jasper的市长说 现在仍然不是来Jasper游玩的好时候